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松休息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清醒的上双眼 请大家轻轻柔柔的闭上眼睛 眼睛尾盏上下眼皮 轻轻地碰出 睫毛轻轻地相熟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舒服 我们没有用力压眼珠握着眼皮 轻松地比起来 然后我们就舒舒服服地做 现在是我们放松的时间 是神心休息的时间 所以我们舒舒服服地做就可以了 担盘 散盘 坐椅子都可以哈 只要我们感觉坐下去了 可以坐得久不容易 穿臂 马通 这样就可以了 静坐的重点 静坐的重点 就是有 轻松舒服 觉知正念 我们要持续做 要持续做 也要懂得观察 也要懂得观察 所以从第一个重点 我们应该让我们的身心感到轻松舒服 所以我们愿意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调整身体哈 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 耳朵放松 耳朵放松 每头也跟着方轻松 每肩的肌肉也方轻松 我们都没有皱着眉头啥 我们都没有皱着眉头的皱 哪位有皱着眉头的话 我们就调整一下 把它放轻松 鼻子 嘴巴 两边的脸颊 也都放轻松 我们稍微微笑一下 让我们脸上的肌肉 更加轻松 颈部也放松 哪一位有在底头静坐的话 如果我们知道了 就调整一下 因为底头静坐 会让我们容易浑沉 容易打瞌睡 两侧肩膀 手臂 伸展 伸展 伸致 手指头 远 腹部 腹部 背部 尤其是我们的背部 背部 是刚刚好的 挺直 没有太直 也没有太怂 我们以自己的身体 当作我们的老师 他会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刚刚好 我们感到轻松 说佛 没有勉强的 而可以维持清醒的 绝质 正念 这个就是刚刚好的意思 要不你放松 两只脚 大腿 小腿 直到我们 十只 脚指头 都完全 放轻松 如果 如果那一位 调整身体 调得 恰如 喜分 的话 自己也会 感觉 好像 我们的身体 会慢慢 慢慢的消失 慢慢的融化 跟周遭的环境 融合成为一体 但到 请送 招 招 然后我们 是 是 肯 来 神 呼 死 两三下 让我们感到更轻松 更舒服 我们试试看又深又伤的细细 然后再慢慢地吐息 再一次追神 追神的细细 然后再慢慢地吐息 我们吸吸的时候吸到最饱满 吸的重点是在我们腹部的中央 然后等我们吐息的时候 自己感觉我们可以把内在的紧张 所有的压迫感 全部都可以排出来 再一次追神 追神的细细 然后再慢慢地吐息 现在我们的体内 只剩下轻松 散发的感觉而已 散发的感觉而已 散发的感觉 有至少三个意思在里面 有轻松舒服 有简简单单 散发有慢慢来的意思 所以我们静坐的时候 我们毫无用力 也不怕慢 因为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 都没有跟任何人比较 谁静坐 做得好 我们就随时功德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什么 没有体会到 内在的明亮也不要紧 我们要学习 所以有满足感 这个满足感 会让我们 得心 能够容易 进入状况 所以无论 所以无论我们遇到 什么修行经验 都属于好的经验 我们都感到满足 然后我们试着想一想 现在我们正在 坐在一个宽广的地方 没有任何人事物 只有自己一个人 正在坐着休息 就是靠近大自然 休息一下 坐在这里 感觉有微风 感觉轻松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负担 一切的宽并 全部都暂时放下 现在去想它 也没有什么帮助 不如不如我们就趁着这个时间 让我们的身心 能够真正地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心 宁静定在舒服点那里 所谓的舒服点 最起码的就是 没有勉强的感觉 虽然是不苦不乐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感觉 这样做多久都没有关系 多长时间都没有问题 那个就是舒服的基础了 所以我们就把心 放在那个舒服点上 每个人的舒服点可能不一样 有的人是在身体外面 有的人是在身体里面的某一个地方 甚至于有的人 甚至于有的人 身体的中央点 就是他的舒服点 所以我们静坐的时候 把心安放在舒服点 那么非常感到 なので能够 tests 没问题 小时候 我们真的需要 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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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能不能更 舒服点 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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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感 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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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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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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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